2020年已經走到現在的8月份了 我們幾乎可以得到一個底定的答案 也就是肺炎的疫情跟病毒 幾乎踹倒了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GDP 但是即使如此 來夢到井上來 根據瑞銀的這一份的報告 亞洲國家在疫情衝擊之下 慢慢地走上復甦之路 復甦的力道領先全球 不過他說 看好中國 印度跟新加坡 請問這份報告怎麼沒有台灣 那這份報告真的 它的論述點又在哪了 我想還是先說明一下 所有關鍵都是在於疫情 那對 疫情才是真正影響現在全球經濟 最主要一個關鍵因素 那剛剛瑞銀講說 為什麼沒有台灣 其實我覺得台灣也很強 但是因為瑞銀這個是財富管理報告 所以他比較重視的市場要稍微大一點 不是說台灣不好 台灣其實很好 那當然其實我們後面會帶到 他其實裡面也沒有提到越南 我說這其實概念 因為越南相對金融的發展 體系這些產品比較少一點 哎呀 講白一點 他就是抓那個人口紅利大一點 中國印度人口紅利是34億人 市場大 OK 來報告 OK 我想他為什麼亞洲這一些 那個國家他會領跑 經濟會領跑全球 我想最重要還是這邊強調 疫情防控做得比較好 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國是最早解封了 從疫情也是最早發生的 那接下來台灣是幾乎在一段長時間 都沒有境內感染 所以我們台灣經濟相對來講 也走得比較前面 那當然另外一個很重要是什麼 整個經濟結構受到打擊 叫什麼 什麼意思 什麼叫經濟結構受到打擊 這個是說亞洲大部分的國家 都是以出口導向為主的 這樣的一個那個那個經濟的經濟體 所以他大部分都是以製造業 所以第二級產業為主 那這個其實疫情打擊 主要還是在什麼人跟人之間的傳染嘛 所以服務業打擊會比較重一點 但是對製造的打擊 其實東西還是可以GDP生產 所以他其實比較小 所以你來看一下我們下面這個GDP的圖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什麼 美國在2020年的預估是-8% 那歐元區是-10% 這兩個都是什麼 以消費服務為主的地區 帶動經濟成長 那新興亞洲你看 哇很明顯 今年的衝擊大概就-0.8% 你這個預估只是IMF嗎 對IMF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所以沒有錯 剛剛孟道講得真好 這兩個呢 在他的經濟成長力 GDP的結構當中 高達五成到七成 是內需消費 和sumption這些貢獻的 所以疫情衝擊之下 國內經濟活動就停擺了 當然就掉更多 可是新興亞洲主要是外貿的 沒錯 OK OK 那明年呢 那明年更清楚嘛 說明年很明顯 因為今年基金很低 所以明年看起來都會成長 美國大概會成長4.5% 那歐元區會成長6% 但是新興亞洲又比較高 7.4% 它在今年基期已經比較高 代表明年 我今天的成長力道又會持續 你知道這意涵在哪嗎 同樣經濟被疫情打得零零落落 亞洲經濟表現比這兩個經濟體來得好 明年又比這兩個經濟體來得強 所以他看好的是中印星的理由 那在新興亞洲裡面 他為什麼大幅看好中印星 其實就是什麼 他看到是因為中國在這一次解封的速度 是比較快 那我們也都知道 他在Q1的時候 是-6.8% 一直到第二季的時候 他已經經濟成本已經彈到3.2% 所以他其實用這個指標來觀察說 中國的經濟 他還是會強勁反彈 另外印度跟新加坡 他強調他不是像中國這樣 他是什麼有機會落後補漲 原因還是印度跟新加坡 現在還是有一些疫情的困擾在 他不像中國已經很大幅的 恢復這一些生產的動能 所以這個是他認為的理由 那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什麼 他自己去估算 就是他們自己推估 亞洲企業獲利 基本上大概明年會有18%的成長 他為什麼看好印度 其實是什麼印度 他裡面估算是高達28% 是最高的 他為什麼看亞洲企業獲利 成長幅度這麼大 因為就是相對其他歐美地區來講 亞洲企業就是我剛剛講的 在製造業在這些生產動能 在做生產活動都有了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企業獲利 大幅成長的一個可能性 好我把那個因果關係說一下 你看對不對 觀眾朋友亞洲國家 亞洲企業主要做的東西 是出口賣到這兩個地區 美歐 所以當我們出口好 經濟當然就會好 而我們出口東西賣到這賣得多 獲利當然就會成長 這是這樣的邏輯概念 那當然這邊我們剛才其實前面有提到說 那為什麼沒有台灣或沒有越南 其實我們剛才講 我說越南可能是他的一個移租 不是說他不好 你去看一下 他相較於這些中國印度 他表現不差 上半年他的GDP平均 我去看了大概2.1% 那我問您 如果這一張來看 撇開潤營報告 縱觀來說 亞洲的經濟在今年明年 是值得期待的嗎 這問題一 問題二 亞洲國家除了這個 這個我也認同了 包括了這個 再加上這個 一二三四五 五個國家在今年明年 是這樣的 您認同嗎 兩個問題 兩個問題都非常認同 其實亞洲基本上一定比歐美來得好 OK OK 所以越南跟台灣繼續加油囉 尤其我們台灣再往下走了 知道是亞洲哪些強項之後呢 我們想要問 那亞洲國家這麼多 亞洲貨幣誰有辦法繼續走多頭 走生的呢 因為經濟表現 我們都知道貨幣代表 就是一國經濟實力的呈現 所以我說 基本上如果經濟表現好 貨幣就會走強 所以瑞穎他其實他有點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三大驅動力 那三大驅動力 這一些驅動力會帶動亞洲亞太貨幣往上走洋 那一個是什麼 全球經濟重啟進程 意思是什麼 因為現在看起來 雖然歐美目前還受疫情困擾 但其實經濟慢慢在解封了 你經濟啟動的快 解封之後呢 順利的往上走的話 國際貨幣熱減流進來的速度就加快 是的 沒錯 那當然另外一個主要也是因為什麼 避險需求相對減弱 所以對於新興市場的這些貨幣 相對需求也會提升 另外一個是什麼 FED持續寬鬆 它會去什麼 銷弱美元 簡單來講 印了太多錢 印了太多操票 這些流行業到市場上面去 大家對美元就會擔心說 那這個鈔票這麼多 我怎麼去怎麼樣 去維持這個美元的價值 所以您不相信 看一下美元指數 無上限印鈔票 什麼東西我都買 你美元印那麼多 還值錢嗎 美元扁扁不休 扁到天啊我的媽呀 我們放假日 它見到92 你繼續扁吧 你可以再誇張一點 92.546 幫我用月 可以角度我看一下美元指數 92.5是多低啊 92.5這麼對下來 兩年多來低哦 2018那時候哦 所以請問哦 90大關卡 如果在狂印鈔票 90會扁破嗎 從現行來看 這個趨勢很有機會 所以美元短線上 繼續走空哦 所以美元一走空 所有的亞洲貨幣都是 多少美元兌換多少 亞洲貨幣兌換多少 台幣 所以它走弱 我們那就走深啊 是的 沒錯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 瑞穎認為中美關係 可能會和緩 和緩的意思就是 就是因為他們需要休養生息 什麼意思 就是疫情 因為把 對 嚴重了 所以他們需要什麼 讓這一些 那個彼此之間的對抗 就不要那麼強 讓彼此經濟可以好 但是這一點 我可能就比較不像他那麼的 同意他的看法 我看法跟你一樣 所以拜登選上 也會繼續打下去 當然 當然 因為我覺得中美對抗 已經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了 不管是拜登或是川普當選 我覺得這個大概不會這麼短期就改變 那當然有一些值得留意的地方是什麼 他瑞穎提出來 他們認為有一些貨幣 也許是你在下半年可以注意的 哪些貨幣 走多貨幣 對 他認為哪些 第一個是他們最看好的是印度盧比 那為什麼會看好印度盧比 是因為什麼 他是一個所謂套利交易貨幣的概念 套利交易 對 什麼叫套利交易 簡單來講就是什麼 從比較便宜的這一些 資金成本比較低的國家 借出錢來去投資什麼 投資一個資金報酬率 比較高的地方的貨幣 那你要印度的基準利率是偏低啊 基準沒有 他基準率是比較高的 就是意思就是 他可以借美元 他說你可以借美元來投資 那個印度盧比 也就是拿歐元區負利率 日本是負利率 美國是零利率 我去借歐元 日元 美元 借一大堆來換到 換成印度盧比 放在印度的銀行 他的利息都還有七八%以上 這個就是利差交易 我賺到的 是 不只利息 我要特別強調 因為他其實點到 這個其實是過去 就是日元被當成套利交易貨幣 因為什麼樣 你這個東西叫會差交息差 會差的意思 他認為他估明年大概印度 應該說今年下半年印度盧比 有機會升值大概3%到4%之間 這麼多 對 他估算了 因為現在印度盧比 大概已經是一個比較低的 算是歷史 接近歷史新低的價位 大概76塊左右 一美元兌換76塊 他認為大概有機會到73塊 那除了這個會差之外 他認為什麼 因為印度的十年期國債 平均大概有4%左右 4% 對 4% 美國十年期公債才0.5% 他4% 對 所以剛剛的3% 他4% 所以他認為大概報酬率會有7% 孟道講得真好 觀眾朋友 如果您天天鎖定期限100% 就知道我們前線專家 齊展跟友中都說過了 最終的最重要的 幣減貨幣是美元 現在美元變成這樣 誰要買它呢 但第二個重要的 幣減貨幣就是日元 所以有機會走多頭的 我要個答案 那麼台幣還有越南貨幣 這兩個也有沒有機會 走多頭走升 當然有 只要美元還是持續落勢的話 漂亮 台幣有機會走多頭 所以最後一章 孟道問一下 亞洲國家下半年 誰的GDP 推動的力道會更猛呢 來請說 我想最主要關心 還是整個疫情的影響 那當然我說 即使在整個亞洲地區的國家來講 整個這些亞洲地區 表現相對歐美比較好 所以你發現到什麼 整個要留意的就是 我覺得最重要 還是整個內需 因為畢竟境境外封鎖 所以你還是要靠內需的什麼 消費 投資 或者是這些所謂紓困 政府支出來帶動 那當然我說的 整個目前看起來 其他國家的 像歐美有一些經濟 慢慢在解封了 所以我們還是怎麼樣 要留意什麼 外溪可能 雖然存在這些高度的不確定性 但是如果這些解封的過程 或是什麼樣 第二波的疫情沒有發生 我想經濟大概就會慢慢起來 那當然最重要還是整個歐美 終端需求要起來 因為我們都知道他畢竟還是什麼 他如果這些所謂消費不起來 投資不起來的時候 亞洲國家出口 其實也很難往上再繼續突破 沒錯 我們的第二季GDP 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歐美國家疫情變嚴重 我們東西反而出口 就受到衝擊 對 那另外一個觀察 就是美中貿易戰 這個如果沒有惡化的話 我想對接下來下半年 亞洲的這樣的GDP表現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突破的一個 那個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所以我說我們看一下 整個亞洲國家2010 大概哪些國家比較強 我說的台灣的表現是非常好的 讚 1.67 對 主技術的公布1.67 甚至有可能在下一次公布 就往上調 那當然中國大概就只有1% 瑞銀看好他喔 我們比他強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越南 2.7% 那相對印度 新加坡 韓國 跟日本來講 他們GDP今年下半年表現 看起來都不會太好 但是明年有機會 恢復到政策展 就是補账的機會 是 好 孟道 謝謝您了 這一張是我特別麻煩 孟道幫我做出來的 因為我總覺得 瑞銀那份報告 有一點點缺憾 而這一張看得出來 下半年2020的今年後半段 亞洲國家各自要拼經濟 靠的推動力又是什麼 台灣要靠的是這三個 振興三倍券 不就是這個嗎 現在很多的投資 剛剛玉堂帶到的 不就是這一個嗎 所以大家一塊共同努力 開始歸納 瑞銀這份報告明白寫了 亞洲國家經濟複蘇力道 即使有疫情 還是強過全世界 連MF的GDP的預估值都看得出來 靠的當然就是一些的外需所帶動 可是大前提也要 美歐不要太慘 疫情不要太慘 接下來包括了亞洲 如果真的經濟起來夠快的話 吸引國際熱情 國際熱情一進來 當然貨幣就會有驅動力了 所以亞洲貨幣 亞太貨幣的驅動力 包括這三個理由 看好的貨幣 除了印度韓元日元號 包括了台幣 以及包括了越南貨幣 這五種貨幣走多頭 當然貨幣要走多頭 亞洲國家的經濟要靠自己努力 繼續努力下去 所以努力的動能 這三個火種 誰走得快拼得多 當然起來的力道就會強了 MF包括了我們主基礎 估今年一整年亞洲國家的GDP 你看我們No.1贏過中國大陸跟越南 以上結論跟你最佳分享 總之各自國家各自打拼 誰在內往內的這個期待力 推動力越強 GDP就會更好看 不要小看我們 我們做得還不錯的 以上結論夢到正確嗎 正確 好 感謝你了 趕快進廣告 回到現場之後 我們要繼續追囉 剛剛不是講嗎 要靠自己努力 而且努力的方向要多朝內 內除了我們的振興三倍券 Consumption 消費帶動起來之外 還有Investment 投資 政府聽到了 政府也知道 所以麻煩工業院做了這份 跟業者進行合作 幫助中小企業提升 它強了 我們的經濟就穩了 到底為什麼呢 讓世新說明白 感謝工業院給我們前線的大獨家